我曾經天生的以為 在克雅西上 是可以泛舟 可以划船的 結果我看見了死魚的畫面 也聞到了 讓人不敢靠近的化學氣味 後來我想 我怎麼能夠 在這樣一個 大排水溝上划船呢 在每個人的胸衣 總存在著水平線 總存在著水平線 回背誤染的海洋 在每個人的胸衣 又有在其中的魚群 穿破在放破鐵外 旁行綿國 描繪著碧海的情節 muut的三年 遠遠遠有舉的值得 嘆息 旁邊要自己的 證明 你只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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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你無法擅長 在沉船上 我已任何詞 創詞 的 委員嘛,都是在,都是靠頭銜溪嘛 但是新竹市人不要同意,通常盜到柯雅溪去 所以我想說柯雅溪的管理單位竟然是新竹市政府的小姐盜客 那新竹政府就已經注定了這個柯雅溪的不悲慘的致命 如果溪也是人啦,我們就覺得他應該要掉眼淚,非常可憐 他不能,他沒有選票,他也沒有辦法抗議啊 那問題是,他要做什麼事,是人當幫他做決定的 他好像沒有選擇的遺地 他不想做那個,不想做大發水過好像也不行 剛開始的時候不會很嚴重,因為教會還是比較,在這一方面 比較,怎麼講,不習慣抗爭的方式啦 不習慣抗爭的方式 以前是跟那個什麼,跟那個政治解嚴那個才會說比較強烈 但是如果說是一般的議題,我們用比較理性的方式去表達這樣子 所以沒有很強烈,但是也讓我們很生氣 因為當時候的官員真是,可能他自己這個環保概念也出來 環保局的人來看一看,給我們的,不是我接的 他還跟我們的,我們的人員說,柱子都比較小啊,草子都要換到啊,怕什麼 啊,我說全世界的人都死光了,那掃頭還是活著 對不對,這個,這個,這個環保局的官員,如果這樣講的話,那真是笑話了 你說你們小姐的人,聽到他們的回答是這樣說 對啊,他就跟我報告的時候說,蛤,那怎麼這樣搶啊 我就這樣,那個環保局幹什麼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啊,對不對 那我們還是很努力地把這個校園還是保持很自然的,很美麗的這樣子 所以很可惜這一條,像剛剛那位楊先生說的 這一條原來魚很多 然後剛開始的時候發現,啊,有魚,所以他們很高興 然後學生要去釣,我說不准釣 全部都不准釣,後來魚就一大堆了嘛 好像這池塘一樣,大堆這樣 結果,哇,過沒多久而已,這水開始排下來 就不見了,現在連烏龜這比較長壽都沒有啦 就是這一條,對,就是這一條 然後你看這個水以前不是這個樣子的 以前水沒有這麼大,所以這個是水量增加了 然後有起泡,奇怪的原因他們是說什麼 因為衝擊的關係,其實不是 那裡面有化學的東西 有人跟我講的是,可能是跟硫酸這類 因為它洗機器,晶圓製造過程當中,機器髒了,要洗 所以酸性的東西 所以這個是一個問題 今天因為風大,都是氣壓比較好一點 所以這個味道就比較小 但是有時候,我們曉得是晚上水增很大 所以晚上有偷排的現象 那晚上也大概比較少出來 那白天的時候,如果有時候真的很重的時候 你走過這個地方都會頭暈 所以有一次,有一個原住民的那個那個,來演講的時候 講一個那個專題的時候,他用很有趣的話講 他說,走到這橋上都好像酒醉了 那腳步都不穩啦,走到酒醉了 自身在這樣一個充滿綠意的校園 心裡想著,如果不是親身來到這個地方 站在橋上,被迫聞到這種刺鼻的氣味 我真的很難想像 為什麼有人能夠一直待在這種地方 為什麼你們這麼確定就是說 這個溝體現在有這麼臭的味道出來 是因為園區裡面沒有處理好的汙水潭盪出來 我們剛開始的時候,他們也否認 後來我們一直反映,他們也不否認 他們一直告訴我們,他們也在很努力 處理什麼樣子 所以現在他們不敢說這個不是他們的問題 他們只能夠跟我們說 他們在上游的地方,在他們那個管理局的地方 都盡量的做好它 那我想這個已經,邏輯上已經成立了 他們默認了吧,至少默認了 那現在至少行動上,他們也承認說 這個是,是從科學園區排下來的 這個地方是科學園區的第一廢水排放口 那第一廢水排放口 那主要就是說,它園區的 它事實上,還有一些新竹市的部分的那個 那個家庭用水也是排到裡面去 但是主要的還是科學園區的那個 排水排到這裡來 那我們現在站到這裡就可以聞到 藥水的味道 那其實就是可以明確地知道說 它是科學園區的那個排放口 這裡是釣魚嗎 怎麼釣魚 這裡的魚怎麼不吃 不吃的啦 那儘管放下來的水也很敢吃 那些釣魚味而已 這也是喔 以前看要釣什麼魚也有啊 蝦啦,還有抓那個鳥啦,烏龜啦,也是非常多 可是現在基本上幾乎只剩下那外來種烏龜魚 因為牠生命力比較強 那適應上花,牠可能比較強 所以說牠可以繁殖啦 那其他的魚種我看,難啦 你釣回來的魚,你敢吃嗎 不敢吃 沒有人敢吃啦 除了外勞不知道敢吃之外 其他沒有人敢吃 你覺得釣出來的魚 跟以前你看到的魚有什麼不一樣 這整個顏色一看變得那麼黑,那麼青,誰敢吃 以前烏龜魚其實,牠體色比較白 然後不會有這種清清綠綠的感覺 牠顏色比較漂亮,現在 真的是很糟糕 貝亞西招說這個排水的那個污水的排放喔 你覺得對你的生活的品質上面有沒有怎麼樣的影響 我認為有影響 什麼影響 因為這個,我們這個溪流本來是有魚對不對 那那個現在出來的魚喔,感覺好像 好像最人有害 牠出來的排水都很黑啊 現在目前那個,有一些排水就有留下來了 那你去可以看,等一下你可以照相機 那個攝影機可以到那個出口處有沒有 這樣我們從那個,克亞西的上游 這個青桃湖下來呢,跟那個 師範學院這個,這個河流的交叉處 又看得很清楚,那個排水的顏色不一樣 既然是這樣子的話喔,為什麼剛才還有人在下面釣魚 我也不知道,有很多外勞喔 喔,好像昨天還是前天啦 我外勞喔,都是騎自行車來這邊撈魚啊 還撈了一袋一袋的帶回去啊 真的有魚嗎? 有,那橋底下,克亞西底下很多魚啊 這是胡鍋魚啊 是健康的魚嗎? 那沒有化驗不知道 我們附近的鸡民就不敢吃啊 科學研究出來的被水旁邊的魚 我相信是喔,對我們身體是有害的啦 那外勞難道不知道嗎? 外勞不知道 你們為什麼不告訴他們? 外勞不知道 那我們語言,我們語言不通啊 我們就是跟剛剛說,你那個什麼 一袋一袋的魚 他有休息價值,他就會過來這邊 雞對於以前的那個窮人家的小孩子來講 是有太大的意義 第一個是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是 對,為什麼呢? 因為小時候喔 尤其西邊抓蝦、螃蟹或是魚 當作山餐裡面的一部分 就是蛋白質 所以那個是一個主要的蛋白質來源 第二個西,你可能也是農業的一個命脈 就是你家裡假如有一塊地 那你要耕田,你還是要靠西水 這是另外一個,就是吃的嘛 幾乎都是吃的嘛 另外就是說,西可能也是天然的游泳池 你小時候會在那旁邊玩水 也是這樣的東西 所以那些天然的東西 跟小時候的成長經歷 是有密絕的狀況 當你長大之後 譬如說我們長大以後 我發現我的孩子 我不敢讓他接進去 為什麼? 因為第一發現是 沒有辦法親近的東西 就是汙染 或者說 我以前就知道 我們以前講說 有一句米農派叫做 一減二戶,摸牙減水戶 對不對? 所以說去摸那個蛤蟆 順便堅持物理 但現在人去摸牙沒有辦法水戶 因為摸到牙 但是你可能就是被那個 汙染的水弄到角落發癢了 所以那個 整個生活的狀況 跟我們以前的感覺完全不一樣 那你有沒有辦法讓他 回到以前的狀況 這是一個理想 是這個理想 這有時候感觸很深 有沒有辦法讓他回去以前的狀況 可能難 但是至少你不要讓他再惡化下去 所以我每次講說 環保的這個東西 變成我的休閒活動的一部分 假如你把它當作是休閒活動 你就不會有負擔 對不對? 你用自己的時間 花自己的錢 玩得很快樂 那就不會覺得說 你去做環保就是五人類 要發出精神 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之後 那就很自然 就去關心 看事情的角度就會不一樣 掌聲在歡樂中響起 眼淚藏在笑容裡 好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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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空間 在笑容裡 非公平 因為它們不一樣 好嗎? 好嗎? 這個地方是柯亞西發源的地方 你看看官方的資料裡面講說 柯亞西以前長達24公里 發源在寶山的基歐圖 基歐圖就是這個地方 出海口就是到新竹市進水垃圾園埋場 旁邊那個地方就是柯亞西的出海口 所以你先來看看 你這裡看不到西的樣子 所有西的發源地其實都感覺上都是差不多 它是一個山口 然後就留下去 那位往上游的水源可能是越少 下游的水源越多 所有西不管你大的西小的西 結果都是一樣的 對 外面就是台 我們現在這樣看的話 你現在可以看到那邊那是柯泉區 那些黃色都是柯泉區 那些都是柯泉區 所以柯泉區它建在一個台地上面 因為柯泉區裡面的地勢比較高 所以它會有缺水問題 它不會有淹水的問題 那跟南科不一樣 南科會淹水 南科真的是南科一夢 而且是惡夢 站在柯亞西開始的地方 想著這樣一條溪流 有著很好聽的名字 但是它卻掌握不住自己的命運 其實新竹市呢 有一個科學園區 它當然是一個光環 也運作得很成功 那其實我們很簡單的想一想 就是有那麼大的 差不多兆元產值的一個高科技的工業 應該相對的會有一個相應的一個環保工業才對 可是事實上並沒有這一部分 那所以新竹的特別是柯亞西 由於科學園區的這個污水呢 直接是經過一些處理 直接是排放到柯亞西的 所以這個遭受污染呢 是有的 我想新竹的主要河川 頭銜溪 然後有這個縣市的河川 科亞西 沿水港西 三信溪 其實在二十年前 它是台灣傳統工業的污染 現在呢 大概是有一些高科技產業的污染 那我想我們 整個對於污染河川的整治呢 坦白說呢 現在還是比較薄弱 新竹科學園區的成立 是台灣高科技產業的開始 二十年來 從一期 二期 到三期 現在還在擴建當中 連看起來不搭調的賭行營區 現在也是廠商爭奪擴建的地方 香港 行營區 香港 行營區 我現在又是衛生在機上 香港 行營區 第一次 九個明星 就駕到大門 第二次 一起到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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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那個科學園區它有分一期二期三期嘛 它的水基本上它會經過前處理之後 前處理它會把有毒物質及一般的重金屬都會拿除掉 大概只剩下COD、BOD、SS 這樣比較偏高的一個水質進來到我們處理場 那些是它們沒有辦法處理的進去嗎? 那不算沒辦法,而是說我們會比較管制在屬於重金屬 跟一些有害性的一些毒性物質 那這是剛剛介紹到的那個調節池 它具有調節水質跟水量的功能 那這黑色管就是屬於抽氣管 那下面它有扇氣盤在做鋪氣的動作 那就是說鋪氣主要就是做一個水質的調理 水質的調節動作 那因為它在鋪氣所以說水中的VOC成分會溢散出來 造成周圍可能空氣在VOC成分上會比較高 所以管理體把它整個加蓋起來 然後做抽氣 在後段那邊有一個火系盤吸附塔 做吸附的動作 廠商的水喔 從那邊喔,那邊有淨流分水井 進來之後喔,我們分成喔 這邊是一起擴建 然後後面是屬於一騎 然後還會有一道水到我們二騎去 那這個一二騎的定義喔 跟那個園區廠商的一二騎定義是不一樣的 這是屬於我們污水廠自己擴建的騎乘 一二騎的擴建騎乘 然後水進來之後 會先經過前處理系統 那比如說像有藍烏炸 然後有流量劑 有噗氣塵沙池 然後才到調節池 就是我們剛剛所造的那些調節池 那調節池之後會到出承池去 大概是這樣 為什麼要有二騎的擴建 是一騎不夠用嗎 對,那個廠商他會陸續的喔 到我們科學園區來這邊設廠嘛 那我們當初有考量到 污水廠的功能的擴建的功能 一定要能那個所能容納的COVA 一定要超過廠商它排放的沸水量 所以當初在一騎 一騎它在蓋的時候 就已經開始考量廠商陸續進來 就會有一個二騎的擴建 那現在像我們現在大概在六月中 三騎的擴建應該就會完成 所以說實際上我們 污水廠的一個擴建的動作 會比廠商進廠的動作 它排放的沸水量 整個總量 我們都會做一個預估的一個動作 你每天處理出來的污水量 總共是多少 目前的話 一騎二騎剛剛有提到 一騎二騎一個是七萬五 一個三萬五嘛 可以到十一萬噸 那實際上以淨流水量 這樣來看的話 大概八萬上下 那講上下就是說 比如說可能下大雨的時候 可能有一些廠商 它的一些雨水管路 或者是屋頂的一些水 它可能也會跟著進來 或者是說我們有一些污水的人孔部分 可能沒有蓋得很緊密的時候 所以可能在雨天的時候 確實有污水廠的一個污水量 大了一點的一個那種感覺 背負著國家經濟命脈的園區 生產作業一刻都不能停息 然而在園區外 空氣污染水污染的事件 卻也是層出不窮 這個橋是做什麼用的啊 基本上當廠商 基本上我們有管制它進來的水 pH值在五到十之間 那它pH太高的時候 也就是太減的時候 我們必須加酸來做調整 然後後段後續處理才能夠處理 那它假如說pH低於五的時候 就是太酸 太酸我必須加減來處理 大概是這樣 那怎麼樣產業的水 進來的水可能會太酸或是太減嗎 怎麼樣的產業的水啊 園區有六大產業嗎 誒...看一下 這個... 我們還沒有辦法去做檢測 我們從那個霧原料的情況來看的話 我們發現有十五項的那個使用量蠻大 像二磊化碳、二磊甲烷、甲基、液、丁頭、佛、奶、混合氣體 還有二磊冰碗、零化氫、三化粉等等 它整個物源要使用量蠻大的 而且大部分屬於液體或氣體 所以針對這些...這些東西 放那個水可能都沒有電 這些是到底屬於哪些產業 都半導體產業 半導體產業啦 光電產業 還有PCP PCP基本上現在是... 我們大概可以發現整個... 目前針對也...其實啊...非常可... 環保法規啊...跟不上他們啦 也就是說... 過去環保法規是... 對科學研究廠商是廣道的 主要的原因是他們的製程日清液 對... 它的使用原料是... 對...這大部分的... 所以去年的7月1號開始 才生效一個半導體的排行標準 過去沒有這個啊 再往前推一年到兩年 有針對他們、廣道他們 就是所謂的設置跟操縱錫殼 就排放錫殼的管制 這也是最近兩三年次啦 所以... 環保法規對科學研究廠商 過去20... 科學研究發展了20年 有環保法規在管制到它 就最近幾年而已啊 過去十幾年不是沒有的 這是從空氣污染的角度來講 從放流水的標準來看的話 更可憐啊 這些放流水標準裡面 都是一視同的啦 對於那工業... 傳統工業 傳統工業來講是一樣的 他們並沒有想到 對科學研究這樣多人 科學研究也尊閒 才蓬勃發展 所以你會說 以前想要的高科技無污染 是錯的 是錯的 這個就實際上 我們的放流水池啊 呃... 人區啊 處理過的物體 排放水雜溪裡面之後 那個導電度很高啊 你怎麼解釋這個事情 導電度很高啊 基本上我們目前的處理系統是沒辦法針對導電度這個問題來做改善啦 那據了解管理局他已經有委託一些專案來做改善這樣一個動作啦 目前以我們的處理系統來講沒辦法做這樣一個改善動作啦 所以說你的處理系統裡面 像水中的VOC的成分 這些都是比較屬於環保法規上比較沒有裂管的部分 但是這些 呃... 有一些部分會造成導電度高 有一些部分會造成臭味 哦...大概是這樣 我常想起人類之所以有文明 常常是因為有河流 有綠洲才開始 今天 半導體產業 取材於大自然中的戲 但是在製成的處理上 卻是將污染源回饋給大自然 對於科技始終來自於人性 這樣一句廣告詞 不禁讓人覺得是個吊詭 二期的條件只有兩個 這邊還是二期的調節池 這邊我們當作污泥的暫存槽 就是你剛剛一直要問污泥的問題 調節池 就是我們剛剛前處理好之後的水 到調節池 然後再到接觸氧化池 然後再到化學混凝沈澱池 然後放流 大概是這樣 然後化學混凝沈澱池 會有污泥產生 這些污泥經過潑水之後 我們現在暫時儲存在 這個二期的調節池這邊 大概儲存多少量 現在 現在這邊有六千噸的量 每日有多少 每日大概 六十到八十噸之間 這六千多噸儲存在這邊 要怎麼處理會這樣放的嗎 沒有我們角色以後 那個有 國內要是有合格的 清運跟處理商之後 會盡快發包處理 把它清除掉 恢復調節池的功能 為什麼你說國內 如果有合格的廠商 現在都不合格嗎 現在應該是有吧 但是沒有到我們這麼大的量 因為我們這邊 每天六十噸到八十噸的量的話 幾乎都是要聯合清運 可能要聯合非常多家 才有辦法來清運我們的量 對 那現在造成你們怎麼樣的困難 現在變成說我們要尋求 暫存空間來暫存 所以變成說我們這邊 暫存空間快滿了 那我們那邊新蓋了一個暫存槽 現在就變成這邊快滿了 先丟那邊的暫存槽 這樣子 可以解釋喔 在這之前啊 在台南光廟那天 有特的物理到那個光廟那邊去演嗎 對 對 在三月初的時候 那時候有公開招標嘛 那有一家廠商 他算合格廠商 那也得標了嘛 那後來好像他 他的那個清除許可要展延 好像受到一些延遲 他受到一些延遲的狀況下 變成說 我們又要重新再公開招標 所以為了要重新公開招標 我們污泥現在又開始暫存了 我們之前 在三月四月的時候 污泥可以正常出去 但是五月開始 污泥又不能出去了 聽說他是在試運轉階段啦 所以說他的 真正的操作許可證還沒有拿到 還是拿到已經 快過污泥已經先在那邊 算是他在試運轉的狀況下啦 算試運轉而已啦 所以說變成說 我們給他的量也不能很多 他只一個試運轉 所以變成說 我們就先停下來了 那如果樹枝的 事情是誰的責任呢 如果那些說固化的這些污泥啦 他那個不是用固化 那算掩埋啦 對 基本上我們這邊是屬於 無害性的 無激性的污泥 我們有經過環保署 認定的一些檢驗方法 尾外檢驗 TCLP 他中初試驗都是屬於 無害性的一些成分 那也去判定到底是屬於 有機還是無機的 那我們去判定是屬於 無機性污泥 所以基本上我們的污泥 可以是屬於一般 一般事業性的廢棄物啦 一般事業性廢棄物 那這一次你們到台南關廟那邊 去點來這些污泥啊 是不是不按照正常的程序來做的 沒有按照正常程序啊 當然是按照正常程序 所以就是說那家末端屬於 他還在侵異的地方啊 這段可能要卡掉了 幸福文 gallery 下集團 宣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近期之内要处理污泥的问题的话 乐不乐观 近期的话 在一个月内大概会比较困难 因为我们的量这么大 变成说我们自己暂时都是 以暂存空间 以空间换取时间 那我想这个问题其实 也不单止我们科学园区的问题 各个工业区大概也都同样的问题 那我想国家应该会有个整体性考量 应该是这样 我坐在欲丹的河边 听起来参与的浩山 心情无人照顾 有个受伤的孩子 无设的河水 摆出千军万买的家世 四过穹龙 唱及减 都感冒无情 伺对河的生活和尊重 和就丁丝变业 塑加地 不利用 人说 吃链胎 救援 互援 已经很多叫不出名的心思 构成这批的战争 慈善的功劲 旁边清一厨的艾电风 刷变最最美的色动的问题 这个艾电风就是只一片 现在因为有头改的 所以不太漂亮 不过以前是 很漂亮的日本的草地 那一段就是 我给他和的这条河 这是生间里面的这个 帮文的时候 来到克雅西的出海口 不能说没有一点点失望 原来他隔壁的邻居 是垃圾也埋藏 但是 当我看见水鼻子在这儿落脚 好像对这条溪流 又有了希望 虽说 在不久的将来 一个十七公顷的新竹式污水厂 将在这附近建筑 但是 我仍然期盼着 海 能够包容我们的无知 也一直都在梦想着 希望有一天 能够划着一艘小船 从克雅西的出海口 航向大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